大家好,欢迎继续观看GARP加Angla加Express来实现的一个简易任务管理系统这一系列课程 这节课呢,我们来到这一系列课程的第七角 也就是GARP来实现后端的一个构建 其实在上一讲里面呢,我们是做了这个后端的一个项目的一个搭建 然后呢,在上一讲是把前端构建给完成掉了 那这个地方有一个是要对比一下这个前端构建和这个后端构建的一个差异 是,二个呢,是就是说这个两者之间的一个联系 其实呢,我们可以从这个构建的这个步骤上面也就能够大概的一个看出出来 它呢,比这个前端构建要相对来说要简单的多 为什么呢,因为后端代码我们不需要压缩,不需要合并这些东西 所以第一个呢,同样的,也就是我们的一个清空目录 这个呢,和前端是一样的 第二个呢,是文件复制 其实文件复制这个的话,都是可以省略掉的 因为我们可以直接在SRC里面来启动这个我们的这个项目 启动我们的这个后端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有文件复制这一个步骤呢 因为我们有可能会在这个构建的过程中 对我们这样一个文件的进行一些处理 所以呢,如果我们直接在SRC下去改 那么无疑是会动到我们的一个原代码的 那这是一种不好的一个设计 所以呢,我们就需要把它文件整个的复制到我们对应的一个目录上去 那这个其中呢,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些对应的一些处理过程 那么这个呢,是第二点 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load服务 对于前端来说 如果是纯粹的这个HTML 那我们只需要一个静态的服务器就可以了 那么对于后端来说 就是对我们这个load的一个启动和重启 那么对于这个启动load服务的话 我们有两个选择 这儿我们写了两个选择 当然还有更多的一个选择的话 就需要自己去探索了 第一个呢,是gap-loadem 这个呢,它是来用来管理我们这个load的一个启动重启的 只需要给定它的一个指定的一个参数就可以完成这个对应的功能 第二个呢,是gap-develop-sever 其实从名字上来讲的话 第二个就相对来说 更接近于我们的这个开发服务器 其实从它的命名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基于gap插件 基于gap的这样一个开发服务器 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选择的是第二个 那么在这里面就没有压缩cs 这一步骤也没有合并这一个步骤了 因为后段代码的话 它是不是给 它是没有这个什么性能的这样一个要求的 这个性能的话 指的是这个夹子时的性能 而不是运行式的性能啊 就是说它在夹子的时候 它就没有这样一个远端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它就不需要进行合并啊 减少文件大小这一系列的一些东西 第四个呢是同样的和前端的一个构建是一样的 也就是监视文件 这个是为什么呢 就是说当我们更改了这样一个服务之后 比如说当我们的API改变之后 让这个服务自动重启一次 主要是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其他也跟这个前端构建是比较类似的 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参数的一个获取 然后通知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任务的一个对列 序列化任务的一个序列 都是比较类似的 那我们就接下来呢 就来实际来演示一下这几个的用法 当然如何安装 我们这刚刚已经完全演示好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的话 得看一下 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只有这个依赖 我们还没有开发依赖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以跑出来 启动 好 好规矩 首先我们要 构建的话 我们要先把我们这个文件给建立起来 比如说我们的 gapfile 建立起来之后 第一步都是我们这样一个gap的一个建立 引入gap然后引入del 这个地方我们就一次性多引入几个 接下来就是我们用到的 就是说一个 一个 好 devel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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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ver 好 develop sever 第一步呢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 引入 需要的 引入需要的包 第二步呢 就是来执行我们的一个 默认的一个任务了 这个地方的话 可以首先按照我 这边的一个代码来进行 跑起来再说 然后呢 再慢慢的去理解 每一个步骤的一个用途 是什么 默认任务 这个可以理解为一个格式 其实可以怎么说 什么理解呢 只要你用到了这样一个 只要你用到这个run 这个东西的话 那么你都要去 做一下这样一个操作 就是说都要都要在后面加一个cobank 好 这个地方我们先暂时不填 其实很好填的第一步就是clean 所以呢我们第二个也就是把clean给实现好了 这个很简单的 其实就是只要因为我们实现过的 所以说就简单 只需要把我们这个dist清掉 然后呢再执行cobank就好了 ok 第三个呢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一个步骤 第一步clean第二步文件复制 第三个呢是启动了的服务 对于复制文件的话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这样来说 copy files 首先我们肯定是要复制什么呢 我们要复制是src下面的所有的这个一个文件 所以说呢我们怎么来写这个路径 就是src下面的所有的js文件全部复制到我们的list下面去 好 这个呢是第二步 第三步呢同样也就是我们的save提供服务 相当简单的一个方式提供服务 也就是developsave.listen 这个地方只需要写明我们的一个地址就好 不过注意了 这个里面的一个参数的话是一个对象 所以呢我们就需要给它指定一个path 这个path呢就是dist下面的app其实叫index.js 当然这个路径待会我们要调整一下 接下来也就是我们的什么呢 task叫watch 这里面的watch应该怎么去做 然后当我们src下面的所有的这样一个js文件发生变化的时候 那我们就当然注意了 这个地方应该是watch 因为我们是要监视 当这边的文件发生变化之后 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我们应该reload 好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要来做处理了 我们reload到底是做什么事 很简单 我们的这个reload也就是执行一次我们的这样一个 copy files 就是像我们这样一个文件复制 然后呢 再来reload load 好 所以呢 我们就要把这个reloadload给填起来 既然我们的develop server已经有了 这个地方我们就直接restart 还记得吧 当我们要用到了这个run这个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给他加一个cobank 看一下 这个也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结构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好 这边还没填完 当我们执行clean之后 我们就需要来复制文件 复制文件之后 我们就可以做这个 就可以什么启动了 启动的同时 我们还可以执行一下watch 因为这两者并不冲突 然后呢 就没了 好 现在我们再来把这个 一代的包给找到 注意看我们这边 一个包都没装 所以我们就先装了 这个里面呢 就是说我们的安装的一些包的话就是成了一个DV了 我们看一下这边的时候我们启动是从哪个地方启动了是从index.js启动 但实际上我们这呢是app.config 所以呢这个地方是需要做更改的 所以我们再来调整下目录结构 这里有个config config里面呢 其实我要放的就是我们的config.coffee 其实这里面呢做什么呢 主要是来做配置我们的这样一个config export导出什么呢 我们要导出的就是我们的一个port 7410 OK 现在的话其实就这么一个 然后呢 我们还会把这个app移到哪个地方去呢 移到我们的lab里面来 其实这个里面跟common呢其实是比较类似的 这个地方我暂时就用nive这个名字 然后把这个bin里面这个index呢 我要把它移到根目录上面来 好 bin就删掉了 这个地方导出也是一样的 轻一点 好 所以我们这个index其实上第一步是引入这个 然后呢是找到debug 这个都是不需要的 没啥用 这个端口这我们也不需要判断 不用这么麻烦 这个地方我们的port怎么来找呢 这我们就还需要config是通过我们的config下面的config来的 所以呢我们这个端口不用说就是等于config.port 也不存在说什么没有配之类的东西 没有会直接报错就行的 好 这里呢 siver直接出来一个 这边也就是siver当出错的时候执行什么 当他接听的时候又出行什么 这个地方我们还可以做一个回调 好 这个index就找好了 这边 我们这边完全都不用改任何东西 好 装好一个gab 还要转dl 同样我们再开一个这样一个窗口来装 稍微快一点点 我们再开一个窗口来 这个也装好了 我们看还有什么要装的 我们真正在构建里面用到的代码 用到的一些裤就是 还有一个这个 其实我们刚刚 我们在上几课里面已经装过了 这样一个一些裤的话 我们再次装的话 它会变得快很多 这里我们再装一点 npm install gov notify 这个地方主要做什么用呢 我们主要是说让它在这个重启好 重启之后 我们给它一个提示 但是这个地方要注意了 这个地方我们就需要给它一个具体的一个文件 要不然这个notify是没法使用的 这个需要注意 需要派谱到notify 这个呢是相对来说不太友好的 就是这一步了 因为它需要去找一个文件 然后再来 OK CtrlL 就是我们的一个代码格式化 这个要记一下 好 那我们直接gup一下 闪电我们不需要的东西 好 看一下我们就要报错了 so arrow就是这个地方出错了 什么出错呢 是找不到我们这个APP 什么原因呢 我们看一下 在我们的这个dist目录下找不到APP吗 model.export model.export 应该是找得到的 我们可以这样测一下 我们可以这样测一下 我们直接进入我们的这个dist目录 然后在我们的load index 我们直接来执行 看一下同样它是说找不到我们这个model 这个我们怎么测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自然测一下 由于我们这个index里面不仅仅是依赖了这个APP 我们还依赖了config 所以说我们把它阻止掉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config能不能找到 如果这个也找不到 那么很明显 就是 就是这个路径上面有问题 好 实际上呢 它是说找不到我们这个config也找不到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 现在我们来看这个APP能不能找到了 当然这个时候我们为了测试的话 我们需要把这个APP改成 看一下还是说找不到 我们还是来检查一下代码吧 首先我们这个代码从这个 这个这个地方开始跑 然后呢 PORT 找到PORT 是等于config 点PORT 好 注意了 这个地方 我们的这个路径 这种写法是有问题的 我们需要从跟路径去导向 所以说呢 这个路径是不对的 这刚刚这个地方需要注意 刚刚依赖 它依赖 它依赖于这个webstorm了 认为webstorm那边是对的 所以就没处理过它 实际上它那个是有问题的 这个地方出错的话是在这边 这边其实没有 就是address 就是address 好 这个地方我看一下 暂时先把这个注销吧 让它跑 注意看一下 现在当我们直接跑注释的时候 它要直接给我们有一个提示 当我们随便便一下 保存 它又提示 好 这个时候我们还是通过什么来测试呢 no call 哦 不对 断call不对 7410.api.faq i'm fine 对吧 好 这个时候我们来改改 这个distil 这个时候我们为了让distil 不被这个webstorm监视的话 我们最好是把它 让它 它就跑到外部去 这名是它的外部 外部文件夹 所以它 以后搜索的时候 它也不会搜索这些东西 好 现在我们把src打开 其实我们做 真正要处理的就是 就是我们这个roads 所以说呢 是这个文件 好 看一下这边相当快 这边2 下次就出来了 那现在这个地方还有哪个地方 没有做处理呢 也就是我们这个流量器的一个刷新 因为现在它不能自动刷新 实际上的话 这个地方我们是不需要自动刷新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刷新是由于我们前台控制的 这个我们api只需要 它变化了 就已经够用了 所以说就不用再做处理了 比如说再加一点东西 一刷就出来 相当快捷 好 这个地方我们再把public删掉 因为我们不需要这种目录 我们做的就是这些数据处理 然后一些基本的使用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后端的一个构件 注意看 四 这么酷是非常少的 然后整个的一个逻辑代码 就在这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一下 再给大家一个客户任务 客户任务是啥呢 相当简单 编写后段 其实也就是把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个 这节课的一个内容给复习一次 也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 好客户的一个任务 那么这节课呢 就先到这 谢谢大家